今天在家休息正好有时间可以拍一下刚刚开放的建兰莫宝 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建兰莫宝的这个品种 也把威子对这个品种的看法说一下 兰花是我国的十大名花之一 因为兰花拥有高雅的姿态跟扑鼻的香味 兰花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香味 号称香花之王 家里摆上一盆兰花显得非常的高雅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爱兰说威子 一位喜欢兰花的阳台养兰人 如果您也喜欢兰花可以关注我的兰花小讲堂 这里一定会有您想了解的养兰小知识 在这里威子说一句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到小讲堂的这个大家庭里 把你们的经验分享到评论区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新手养兰人 使用西瓜视频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长按点赞键 强烈推荐一下呀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建栏中花色最艳丽的品种 半形顿花形大曾多次获得特金奖 是一款极具中国韵味的品种 相信你一定会喜欢 它就是建栏莫宝 又名红蜻蜓 因为它开花后就像一串串的红色蜻蜓一样漂亮 它的花色鲜红无比 而且越开越红 最后变成深红色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红的发紫 而且还很稳定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能开出一致的品项 观赏价值极高 莫宝一杆多花 多的可以开六朵 这个花量在建栏中算得上重规重矩 它每年至少可以开花多次 绝对是最情花的色花建栏 它的香味也很好闻 开花后就能闻到一阵阵的浓香 扑鼻而来 是一款为数不多的浓香型建栏 也是当之无愧的香花之王 家里以后连空气清新剂都可以省了 莫宝根国魂被誉为建栏二胜 它花形硕大无比 花茎足足有六公分以上 比普通兰花的两倍还要大 紫红的花色配上翠绿的叶片 显得是那么优雅大气 它的养护也很简单 即便是没有经验的新手 也可以驾驭 日常只需要粗放管理就可以 完全不用担心 莫宝产于四川 见蓝色花精品 中垂叶 叶面不平 长起波浪纹 草型健壮 叶姿优美 花大出价 花色红的发紫尖黑 花色稳定 这一特性目前在所有四季蓝色花中尚无出其有 半端较顿 大花形 花茎一般在五厘米以上 新苗未成苗石 球茎一般都很红 成苗就慢慢消退 它的花亭出价 显得磊落大气 再者花瓣也比较大 花茎一般可以达到五厘米以上 而且是一件多花 要说花色是难得的红色 甚至会红得发紫 并且花色稳定 看起来夺目 漂亮而不缺乏稳重 总观莫宝全苗 它紫红色的花瓣 搭配墨绿色的细长叶片 就像是从水墨画中走出来的一样 所以人们喜爱的称它为墨宝 可以这样说 剑蓝墨宝是最具有中国韵味的兰花之一 剑蓝墨宝一年甚至可以开花三次以上 也就是说前花刚拜 后面的花芽紧接而来 没有娇气 没有做作 当属让人喜爱的琴花品种 看到紫燕的花亭慢慢伸长 看到紫红的花蕾点缀在花亭之上 而且接连开花不断 下面简单说说莫宝兰花的养护方法 要想养好剑蓝墨宝 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质料 它的根系稍微比较发达 栽培时可以选择兰花时 腐熟的碎松树皮当作质料 花盆最好使用比较大方美丽的高角蓝盆 更能衬托它的潇洒 养护剑蓝墨宝和普通的剑蓝养护一样 夏季中午遮蔽强光就行 其他时间可以恰当渐渐柔和光照 合适的光照可以让叶片更加葱脆 花芽分化更加顺利 关于施肥浇水就和其他兰花 基本一样就可以了 当然预防病虫害也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来说一下我对墨宝的看法 不当之处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一 价格 墨宝的价格在建栏里还是比较高的 我是去年饮种的一苗一大牙 当时的价格是1800米 现在应该在600左右一苗 二 花色 墨宝的花色是那种红的发紫的颜色 看上去不是很艳丽 但是当逆光时 花色是很漂亮的 三 半形 说实话我不知道应该把它归类到哪种半形里面 我感觉没有半形可言 只是花瓣的末端比较圆顿 喜欢半形草的朋友就不要考虑它了 花的直径还是不错的 可以达到5厘米以上 三 香味 我感觉墨宝的香味很好 而且比较浓郁 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毕竟蓝的灵魂就是蓝香 花絮也是墨宝的一个优点 排列整齐 不拥挤 四 珠形 墨宝的珠形很漂亮 不松散 特别是开花后花开出价 优雅 我给墨宝的总结就是 总体不错 整体美观大方 花色红紫 没有半形 价格还是有些虚高 400以下还行 喜欢半形草和艳丽色彩的蓝友 不建议购买 您可能会失望 这只是我一家之言 好了 今天的小讲堂就到这里了 后期我会观察墨宝的花首和花期 在以后的小讲堂我会向大家汇报的 最后朋友们不要忘记鼓励和支持我一下 长按点赞键 强烈推荐一下 那么咱们下期不见不散了 再见 irmэ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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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基